嗨 大家好 我是明 歡迎來到我們的分析系列 我們今天要來嘗試一個 新的分析影片的拍攝方式 那大概就跟直播主一樣 就是我就這邊直接做電腦的螢幕錄影 然後在一些要講的片段的時候 可能就截圖起來 然後把它 我就直接在上面直接做標記 然後就說 嘿 你們要看這邊啊 這邊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主要就是 我後製可以更輕鬆 想說這樣可以更快速 直接更到位的去 標示一些地方 就這樣不行 班老師直接線上上課給你看 好 但我們今天的這一支 還沒有要上課 我們今天是要拿上一次 就是 亞瑟斯杯的烏龍球影片 來做一些分析這樣 有些好笑 然後有些就是覺得 欸 這個失誤 好像哪裡可以 就是做得更好 然後或者是 想說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平常我們覺得好笑的點是在哪裡 因為可能不一定 每一個人看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吧 那我今天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分析一些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錄製整個螢幕 好 錄製 開始 欸 開始了嗎 對 開始 好 叮 就是 我們第一天早上打的比賽 然後那個早上很早 只有我記得是早吧 真是有夠累 你看 整個人都動不起來 好 這是第一顆球 好 我們再來看一次完整的球 好 就是因為大家在早八比賽的大分都會動不起來 所以動作上都有點ㄎㄧㄤㄧㄤ的 那這時候你看像我都是動作都會比較小力一點 OK 那這顆球重點在這裡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通常都會盡量以不失誤為原則 因為已經不夠熱了 所以就沒什麼把握可以好好得分 那這時候盡量是當然是能得分就得分 不能得分就先不要食物 這是我自己的打球過程的原則這樣 重點就是 這個也沒什麼好分析了 當然就是你看我把這顆球舉起來了 然後我們的籃中這顆球 他就這樣撥出去了 直接一個打奧賽 來看看第二顆球 好 這一顆球好像有點難說 不過就一句話然後讓大家去意會一下 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舉球員 那他還有他的攻擊夢 阿不過就是被對面雙摳攔下來 來看看第三顆球 他就是 球拋過頭了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拋過頭的時候 當然就還是要想辦法發過去嘛 那不可能就這樣直接發握破啊 就理論上我們球拋起來都會希望他是在 這樣上去的時候在大概邊線這邊落下來 那這一顆球呢按照他這個速度 就大概會落在這裡 就是 超出我們平常的範圍了 應該大概有個場內三公尺吧 那這時候要當一個職業選手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想辦法讓球飛過去 就是至少不要失誤 你看你這是發過去就有機會 哦 這一顆球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 他是一個還蠻經典也蠻常見的一個 一種球啦就是這種老球皮的球路 通常在一些外面打球打比較久的人 或是我們在室外場 可能去打野場這些 打久的都會打習慣 那就覺得有些時候 不一定要定下去一樣可以得分 那這時候我們就像這樣子 對方這一招就做得不錯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全部的人幾乎都在前面 就是從這邊 我畫出來這樣 我們前排的三隻都在往邊嘛 然後後排的人 一直在一樣是5號位的地方防守 然後這一個後排中的人 他不小心往前靠了 對他理論上他會留在後面一點點的地方 但是有些人的判斷就會不讓他去移動嘛 那這個人他剛剛在這邊倒身防守 那所以呢這時候這一個人的後面 他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空場 這個地方 他就是沒有人 因為他往前倒身了嘛 那他要往前走了 所以這個右後的 這個右後的地方就會直接是一個空地 相對來講這一邊其實也是啊 就是這個方向其實也是 這一顆球就會 就是因為這樣子 送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就被對方得分了嘛 這是一個老球皮啊 老球皮就是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些操作 然後我常常在那邊打球都可以 這個齁不要 這個球齁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最前面這個畫面 我我留這顆烏龍球就是 只是想要讓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顆球的這個情況齁就是 看起來就是因為對方的 他很搭配上的失誤 所以送了一顆chance ball過來 那對我們來說其實 是很好把握的 很有機會可以組織攻擊的一波 chance ball 不過這時候剛好我們的舉球員 就是想要來一個出奇不易 高德在這邊想要來一個出奇不易 所以他就直接在這邊撥了一顆球 剛好對方是踩鞭籃戰術 鞭籃戰術就是一隻跟一隻 所以最左邊他們絲毫為了 籃王者就會跟著舉球 然後籃中的人跟著我們的籃中 然後籃邊的人就跟著我 對就是所謂的鞭籃 那在這個情況下就是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就是舉球員這邊有這樣子的企圖 所以他就跟著跳起來 那這時候我覺得高德他比較好的解法 可能是往前面去掉球 或者是往後面掉 就是這個一米左右這邊 那這都是一個不錯的地點 那不過他就覺得 應該沒有人會跟他吧 所以他就跳起來然後撥下去 然後呢 就是剛大家看到的 掉下來了 被人家攔下來 那玉成就看起來就是很傻眼 就是啊怎麼這樣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你要舉給我這樣之類的 那通常這時候呢 舉球員都比較常是可以突襲成功啦 不過被籃回來你看 高德就一臉尷尬的走掉了 玉成發過去了 高德還在偷罵髒話 然後來看一下這一顆球 發過去之後 通常 就是你看 當對方他看起來就是很明顯 還蠻明顯想要 往外面撥球的 所以這時候 其實 身為籃王者的我們就是通常都會比較有準備 啊 不過有時候當然 對方是比較主動方 因為他是一個先施力者 那我們是 我們籃王者通常都是後施力的人 那我們要去做更強大的核心去跟他做抵抗 因為他這一顆球的動作 對方攻擊的時候想要往這一邊 外面撥出去 但我們這時候我們的核心必須要 撥著 然後把這顆球往回抓回去 這個情況下其實 就是力量 與力量之間的對決 不過通常就是高德對他的籃王的技術 他一定會有一定的把握 那他自己就覺得 這顆沒有籃到 很懊惱 你看他的臉 OK 跟剛剛一樣 對 就是一樣 來個出其不易 然後對手就是直接就覺得 看起來 好沒辦法的話 送球 當然是送 當然送角落嘛 阿角落可以送在一個 大家都就是沒有在防守的地方 尤其 不會有人站在這一個就是最角角的地方 對這種時候 身為一個後排的防守者 就我們的後中這一個 因為舉球員呢 他通常都會往前走 會想要去 提早到前排舉球 尤其是這種chance ball的時候 所以 這時候他會跑掉 那這邊一定會空 那這邊會空 就是我們後排中要去做補位 看後面的笑成這樣 我本來跟他們講話 這個球喔 好像 最剛好是no gun 我只是想要給大家看就是這個 對方發球過來 正常的接發球 正常的接發球 那接起來之後 好 配一個後排老二 如果這個後排老二就是打過去嘛 然後因為我剛好可能過往點沒有抓那麼好 所以是打在一個白帶上 彈過去 那對面在這時候 他就是因為滾過去的關係 所以那個球偏短 那他就撲下去了 那撲下去的時候 這個球又送回來變成一個chance ball 那因為我基本上 我已經來不及退回去後排攻擊 所以我就先把球拖高 你看我會把球拖高 然後讓大家有更多的時間去組織攻擊 OK 那不過這時候 我是不知道他們 我是不知道這兩位之間的thigh in 有什麼問題 那他們兩個這個搭配 應該就是 高的以為他要 就是玉成要跑B 然後玉成跑個 應該是A還是A裡之類的 但我相信他一定沒有thigh in 這是很常見的問題 失誤 就是 因為來回波很快 然後那大家一定要去做到 根舉全之間的thigh in 不然 然後有些默契沒那麼好 沒有辦法直接就是 心電感應知道你要幹嘛 OK 大家應該知道我要幹嘛吧 你看還不跟我 還不跟我擊掌 你看這個有夠失禮 在那邊自己發動球 然後 然後不跟任何人擊掌 就這樣自己走掉了 OK 一個籃球的什麼 籃下卡人的技術 然後剛好卡 剛好扛在這個 老三的助跑位置這樣 對 沒辦法 就尷尬了一點 對 不過高德有點很臭 第二天的賽程 可以 然後 舉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讓對手不知道你要幹嘛 像這一顆球 就是阿森看起來是 我們的舉球看起來是 能夠 舉球的 啊不過他的手就這樣收下來 那這顆球是直接放掉的 因為他是後排 他是後排球員那 對方三隻藍王者其實都會一直盯著我們的三隻攻擊手 就會沒有辦法去注意到這個舉球員 所以 這顆球 覺得放得蠻厲害的 雖然說實話這顆球他可能也碰不到 這跟我揭發球的時候 飛躍線把球借過去了 阿森上去籃網之後 一樣升為前排的這一個 我的籃中 之前他 他 不知道要來幹嘛 他就站在那邊 然後手伸起來要籃網 啊 然後呢 然後球打過來還是會過來嗎 啊 看來一定是沒在看球 所以他就是 就讓球這樣收在自己手上 然後也不知道他要怎麼處理 然後放掉了 這顆球好像真的是 讓人傻眼 來 講個 經驗 應該說是 其實排球規則就是這樣 這顆球 霸包球 好說真的 他晚出手了 他可能要再更早一點出手 然後或者是把球再打長一點點 他可能會太想要往三米線這樣打下來 所以 變成了沒有打過 網子嘛 造成自己的失誤 好那這邊這一顆他打在這裡的情況下 說實話 好我們的這一隻後排的左邊的5號位防守者 他這一顆下去 鋪下去就這顆球 還是可以繼續哦 因為他這樣還是只是第二次擊球 然後他的攻擊是第一次而已哦 好他沒有下去 這顆就 踩落地 這個 大家身為一個補位的人 那都要去注意這樣的球 不然 雖然好笑但是 這樣還是失了一分嘛 我們可以讓他不要失分啊 噢這顆球 來我們來回放一下仔細一點 噢發生什麼事 看一下能不能慢速播放 噢可以 來播一下 這顆球 我們阿森舉出去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育成的手 太長了 他碰到球了 來 再一次 他碰到球了 有沒有 手太長了 你知道在 在窗上 會阻礙人家舉球 這個手要收起來一點 那這顆球 因為這樣子被判了刺激 但是呢 說實話 我覺得 裁判老師太早 太早吹哨了 因為我 我的手刻意收下來 我還沒碰到球 他已經吹哨了 聽到 有聽到聲音嗎 逼了之後 我才碰球 所以這時候 我們通常都可以去做 RQ 不過就算他晚一點吹 我還是 是蠻有可能會去碰到的 不過 不知道這個時候 RQ 可能能不能把 分數拗回來 就是 來一個公正這樣 啊 這顆球 我覺得 很驚險 因為我這邊 我已經籃完了之後 我中心往後 然後 但我還是把這顆球救起來 救起來之後 喔 玉成完全不知道 他球在哪裡 他只是 一直在往旁邊 這樣閃來閃去的這樣 啊這顆 我真的是 來不及起來 我這顆應該要再 更冷靜的去處理 那這顆球呢 我的目標其實是想要 爆一個測旋 然後讓他就是 有一點點 難接 然後 這顆球同時要往這邊 不對 這顆球同時要往這邊 飛到那邊的直線 底線去 好 這是我的目標 啊 不過啊 我 你知道 如果說你要打動球的話 就知道什麼叫切邊 啊表現給他切得太薄 球會很轉 但是 飛不出去 因為力量不夠 所以呢 這顆球就飛不遠 然後變成這樣 很可惜的一顆球 不然大家救成這樣 好這顆球 跟剛剛一樣的狀況 當然球接得比較貼王一點 舉球員是可以舉的 不過他就選擇放掉 讓球流過去嘛 那時候 對方的自由球員 他有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把球救起來了 好啊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大家都很專注在這顆球上 不過就是 真的是比較剛好 因為 大家準備可能就是在這一塊 去接球 就是因為大家剛好成一個U字型 那不過這顆球就是真的太剛好了 他就是在一個 爬網子過來一個 什麼0米左右的地方 真的是讓人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大家重心都往後 準備去接球 然後他這樣子爬過來 我覺得這顆真的蠻Lucky的 但同時 其實 如果說我們 真的再好好的蹲下來 去準備接球的話 還是有機會啦 有一點危險 通常這時候 我自己的建議 大家就是 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的球 揭發球已經接的偏左邊了嘛 就是在球場大概 3號位跟4號位之間這邊 那 這時候我們通常就是 會比較prefer 快攻有在看球的話 會希望他跑個C塊 就是跑個C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去跟舉球人撞在一起 因為舉球人往前跑了 他重心很難就是 這樣子 過去之後馬上再拉一個U-turn 直接回轉 所以呢 他一定會順勢的再往前跑 那這時候 快攻跟著過來 但是跑他的後面 跑一個C的話 其實是一個比較舒適的打法 因為像這樣子 舉球人他已經覺得 應該會是C了 那不過他也沒有去改賽印 所以這時候就是溝通上的問題 那他就是 跑他原本的 他應該原本是跑A吧 所以跑他原本的位置 剛好舉球人別往前跑 這時候就出車禍了 有點危險 這個 我覺得大家也要多多注意 不管是什麼層級都會遇到 這顆球我們輪哥非常厲害 他已經 厲害到 你知道我們在 這是第二天的賽程 我們第一天不是看到他很多那種 腳背 就是舊球的部分嗎 他第二天已經厲害到直接用腳背去 cover 而且是cover自己的球 來個慢動作 呼 你知道 然後這個勾起來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大家都 大家都已經在歡呼 然後沒有 沒有人繼續準備去補位了 好 這一顆球 真的 就是我們的自由 他是真的有踩到線 對啊 當然 我們身為一個 競技的環境嘛 我們就會希望去要到每一分 所以這時候 當然我們場上的隊長 還是會想要去跟裁判 argue 對 一定的 不過這一顆 就是算是他就是 這兩天舉的 還蠻好的一顆球 而且掉個大挪扣 不過這樣真的 可惜了 最後一顆球 他剛好是一個沒有起跳 一個從低點往上掉球的方式 那這樣子這個高度其實沒有很夠 甚至是對方有高度 跳得起來的時候 那這個球其實 過往點如果抓得太低的話 很容易就像這樣子 像一顆嗆死波被抓回來 那這個就很可惜 如果說這顆球 一樣就把它掉高一點 可能至少就是後面一點 這邊就會比較難接 沒辦法 我們前面 也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嘛對不對 高等就是 突殺機很容易被染啊 回去好好檢討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的分析影片 對於這樣子的形式 大家不知道覺得怎麼樣 那再跟我們說一下 好那今天的分析影片 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追蹤 跟按讚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